《我的巴比伦恋人》是一部搞笑喜剧作品,根据周杰伦的作品,爱在西元前改编而来,所以在这部电视剧中,可以听到一些比较熟悉的名字,剧中出现的这几对情侣也并不是那么般配,但是在他们的身上,总有一些普通人在爱情中渴望得到的东西,所以这三对情侣的结局也让观众们十分好奇。 1.九天龙女和段水流 九天龙女和段水流,其实并没有那么般配,段水流虽然有自己的网红公司,但是她这个人在业界的口碑很一般,在老同学们的眼中,段水流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人,对待感情也十分儿戏,在她的身边有各种各样的女生出现,但是看似花心的段水流,也遇到了自己的克星。 她从12岁就开始暗恋的人,突然出现在了生活中,段水流觉得这是上天有眼,所以她对于九天龙女言听计从,九天龙女刚开始对段水流没有什么感觉,毕竟段水流就像是一个工具人,但是段水流陪着九天龙女做了很多事情,在九天龙女追逐爱情的过程中,她也突然发现,原来爱人一直就在自己的身边,当然这两人之间也经历了些许误会。 这些误会让九天龙女更喜欢段水流了,最后这两人的结局,应该是一个喜剧,九天龙女也算是改命成功。 2.江慧真和欧阳文山 江慧真是一个比较外向的姑娘,在感情生活上也比较早熟,因为江慧真颜值比较高,所以在她的身边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男子出现,江慧真渴望爱情,但是对现在身边的这些人也不是很在乎。 直到江慧真遇到了欧阳文山,这个人是江慧真在日记中杜撰出来的人物,江慧真最初喜欢欧阳文山,是因为欧阳文山足够有钱,后来江慧真发现欧阳文山真的是无巨细,所以江慧真也逐渐改变了自己的态度,她选择了和欧阳文山在一起。 欧阳文山的身边,其实也没有什么危险,即便国王穿越过来了,但是国王的存在,威胁不到欧阳文山的性命,所以欧阳文山和江慧真的结局,应该是一个喜剧。 3.慕容杰伦和陈美如 陈美如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姑娘,但是她对爱情充满了各种幻想,只不过这种美好的想法,在童年时期就被破碎了,所以现在的陈美如更像是一个老人。 慕容杰伦出现之后,陈美如也逐渐接受了她,两人心意相通,但是欧阳杰伦的敌人也来了,她终究还是没有躲过命运对她的惩罚,国王已经盯上了陈美如,想要彻底解除陈美如的危机。 慕容杰伦只能与国王为敌,最后慕容杰伦很有可能选择和国王同归于尽,陈美如在结局的时候,也确实是孤身一人,她来到了欧洲,了解当年的古巴比伦文化,可能也是想距离欧阳杰伦更近一点,这样的结局也确实有点可惜。